月子中心內女員工 幫剛出生的嬰兒洗澡 這一幕被用手機拍下來 但卻沒有經過家長同意 她的臉好像很不甘願 可是其實是很冷靜的 她沒有挖給人 全身光溜溜 即便是小嬰兒也有隱私權 當事人指控 當時自己剛入職 就被學姐逼著拍嬰兒洗澡影片 傳給其他人學習 我所知道的是她自導自演 我們平常對小朋友的沐浴 我們都還非常小心 我們都有用隔瓶 都不讓人家看到 當然她已經離職了 我沒辦法去追究她 當事人指控的就是 這間位在高雄琳雅的月子中心 影片還被散播出去 重點是嬰兒的母親根本不知情 對此月子中心出面回應 31歲的蔡新女員工 說的並非事實 是她與學姐之間早就不合 才會刻意散播影片 自導自演 把公司扯入紛爭中 目前兩人都已經離職 也無從追究 我所知道的是 她跟同事之間的事情 跟公司都無關 是事後我們才知道 我個人的判斷 她是有一些報復性的行為 她在工作過程當中的人際關係 還是有問題的 這間月子中心 並非合法立案的產後護理機構 只能幫忙照顧小朋友 不能提供護理專業 衛生局去年派員機查 查到有缺失 今年最查一樣有輸漏 衛生局這個部分是去年的事情 因為棉棒所以有裁法 她說我們這個不可以幫小朋友做 這樣妒忌護理的動作 連續兩年被主管機關衛生局開罰 月子中心打算提起訴願 也會保留對蔡新前員工的法律追訴權 TVBS新聞徐克宸林嘉義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